區跟路的這兩個欄位 所以我們就是游標先放在這邊 路之聚齊好了 那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區跟路好了 就名稱取一下 這兩個產生區跟路 產生 OK 然後按確定 一一游標放這邊 然後在上面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個OK了 再換這一個 游標放這邊 再上打勾 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好 做完了之後一樣停止錄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清除嘛 所以錄製再一個什麼 第二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呢 就是確定之後游標放這邊 記得喔 這邊多一個動作 Ctrl Shift向右 因為有兩個欄位喔 OK 記得Ctrl Shift之前是直接向下 現在是多一個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Ctrl Shift向右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再按Delete就掉 這樣就清楚了 OK 把它停止錄製 最後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亂亂看 產生區跟路執行 有了 然後再一個什麼 清楚執行 OK 最後記得怎麼樣 插入這個按鈕嘛 對不對 然後按鈕的話就把它放在這邊 OK 然後就產生區跟路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這邊把它 區跟路 這邊我習慣複製這個按鈕 貼上 兩邊 按鈕才會一樣大 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它是清除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就貼上就可以了 OK 好我們做完 馬上OK 清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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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